其实 想解决这事很简单 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立刻车回投诉 什么条件 让我做徐家的儿媳妇 以前的时候 都是跟着您学买菜 学做饭 做一大桌子菜 等着徐医生回来吃 一等就是一下午 人家还不一定给面子 这是您第一次专门请我吃饭 我特别珍惜 怎么能空着手来呢 以后你想吃你就跟我说 我随时给你做 吃饭吧 好 徐阿姨 就咱们两个人 哪吃得了这么多呀 你说最近发生了 这么多的事情 你伤心难过 多吃一点不不 那拿起筷子 来 鸡蛋 吃 您也吃啊 您最近都瘦了 我没事 来来来 虾仁 好吃 好吃吧 多吃 咱们 肠肠 站上 说 我 不 又 宣服 是 你说 您别言 有过 我这次 把你找家里来啊 我说话就不绕弯子了 我做医生的家属呢 这么多年 我对医患关系 还有医疗纠纷 我非常地敏感 当初是你 求清风做你爸爸 风险这么大的手术 我是非常担心的 但是我看到你一个女孩子 千里迢迢地带着你爸爸 来到这个城市做手术 我觉得你孝心感动了我 另外我还是觉得呢 你一个人特别不容易 我特别心疼你 怎么说吧 嗯 当初做你爸爸这个手术 我们其实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都明白 薛阿姨 您是好人 嗯 俏俏 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 你伤心难过 你可以来找阿姨 跟阿姨说 阿姨一定好好地劝你 好好地安慰你 但是你不能把气 撒到清风身上啊 他是全力以赴 救治你爸爸的呀 可我爸 死在了他的手术台上 你不能钻牛角尖 这个手术啊是有风险的 一句有风险 就可以随便治死人 您去买东西给您个残刺品 您都不愿意 更何况这是一条人命 不是 俏俏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事故还在调查当中啊 对吧 你爸爸因为什么原因大出血 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呢 对不对 俏俏 你怎么能跟医院管委会的人说 是徐清风追求你不成 他故意不救你爸爸的呢 事情不是这样的呀 是我 要让你们认识 我儿子还不同意 不是 你怎么能陷害清风呢 我没有诬陷任何人啊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人证的 你 你不能颠倒黑白毁谣是非啊 真的 是我 是我要撮合你们 对吧 你不能倒打一耙 那我不成了农夫 你不成了蛇了吗 我爸没了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完了 您就觉得徐清风 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好 俏俏 你说吧 有什么条件 才能放过清风 其实 想解决这事很简单 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立刻撤回投诉 什么条件 让我做徐家的儿媳妇 你 你是 你说什么 徐阿姨 我妈妈去世的早 现在爸爸又死了 奶奶因为这个事也中了风 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不乐观 撑不了太久 因为徐清风 我马上就要成为孤儿了 除了嫁到你们家 好好照顾我 你们还能怎么补偿我呀 可是 可是这个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您不是说 特别喜欢我吗 您放心 等我进了门 我一定把您当亲妈一样 好好孝敬您 伺候您 我也会好好照顾清风的 以前的事咱也不提了 可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 缘分断了 怎么 觉得我配不上您儿子 嘴上说喜欢我 心里却又瞧不起我 对吗 蓝俏俏 我 你 你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第一 医者父母心 徐清风绝不会害人 第二 我根本没有看不起你呀 如果我是那样的话 我就不会接纳你当初 我更不会把你带到家里来 是吧 你伤心难共 我特别理解 但是你不能陷害 真正想当你的人哪 好 徐老师 您今天要是来教训我的 我看这顿饭就算了吧 等您想明白了 欢迎随时来找我 还有啊 我做志愿者的时候 听说调解员都有录音的习惯 今天您也录音了吧 不是 悄悄 我没没没 我 您现在心里很乱 有病乱投医 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您也应该清楚 不经过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录音 是不具备法律效应的 今天这音怕是白录了 俏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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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不好你看 我 我认你做我的干女儿 我一定把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对待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 你来找我 我保证我全心全意地给你解决 真的我说到做到的 当干女儿行 当儿媳妇就不行 还说不是看不起我 徐阿姨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其他的免贪 俏俏 你 您 你 你心里很清楚 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 接受你做我的儿媳妇呢 儿下清风怎么可能跟你结婚呢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是等嫁交换很公平 不结婚 她的前途就没了 你 你 你这何必哪你 你 你这 好好好 就算啊 就算我同意你跟清风结婚 可是你们 根本没有感情啊 你这结婚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 意义可大了 要是结了婚 我就不用在这个城市飘着了 以后我也有了自己的身份 我就是 大医院的名医太太了 您不知道 刚来这个大城市的时候 一下火车 我就想 这儿的楼怎么那么高呀 这儿的车怎么这么多呀 这儿的人怎么这么有钱呀 那些白领 每天早上喝着三四十块钱 一杯的咖啡 吃着一两百块的早午餐 身上怎么着 也得有件上万块的名牌 休息日的时候 要么去东区看画展 要么去稀取感受艺术 一个个嘴上嚷嚷着穷 嚷嚷着有压力 可是一顿饭呢 就随随便便地 能花掉几百上千块 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压力呀 同样都是人 我爸 连看病的救命钱都没有 好 我爸 我说了 你 你 你不能因为这个心理不平衡 知道吗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好多年轻人在这个城市 都在努力地工作 努力地奋斗 有奋斗 你们在这儿有房有车有户口 你们的努力是为了 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们的奋斗是锦上添花 可我呢 我做的所有努力 我的奋斗 我的目标 仅仅是让我爸爸活着 仅仅是活着 这个要求不高啊 我不怕吃苦 我可以努力 可就算我拼尽全力 我还是救不了爸爸 我还是赤手空缠地来 一无所有地走 所以我想明白了 要想过得好 就要在这里扎根 要想改变阶级 就找个当地人结婚 徐清风这么好的条件 我要是错过了 那我不成傻子了 瞅瞅 你不能这么记心 你不能光为自己想 知道吗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 把你请到家里来吃饭呢 是我也刚刚知道 清风在网上平台上 有一千五百个病人 手术的预约 本应该明天上午第一台手术 就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如果不手术的话 就活不了几个月了 你知道吗 清风老跟我说 妈妈呀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努力地救活每一个病人呢 是因为每一个病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交集等待的家庭 每一个病人都是别人的父亲母亲 都是别人的子女 都是别人的爱人 所以救活了这个病人 就等于给了这个家庭希望 当初 清风救你爸爸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想的 可我爸爸死了 你不能指望大夫是神仙知道吗 你不能指望他百分之百地救活每一个病人 你也不能说因为你爸爸的手术失败了 你就让成百上千的人没了希望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陷害清风 他的生意全都毁坏了 真的这比杀他还难受呢 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毁了他 我可以不告他 你们答应我的条件 你们都是好人 你们是活菩萨 你们普度众生 那请你们也度一度我 好吗 乔乔 这样啊 除了结婚 除了结婚这件事情 你什么条件 你什么要求我多满足 我真的 我求求你 你放了清风吧 你放了清风吧 他不能因为救人 自己反而被害啊 我才是被害的那个 是他害死了我爸 是他害了我全家 我的要求就是结婚 除此之外 什么也补偿不了我 薛阿姨 您儿子的事不都是您一手包办的吗 只要您答应 我相信这事一定能成 了 他在这家庭里或是哪里 你怎么能吃 蓝俏俏 我答复你 结婚绝不可能 我们家不受你的威胁 徐清风就算做不成医生 也不会答应你的荒语要求 我 更不会让你利用清风 达到你的贪欲 好 我爸爸的死 我会追究到底 好 asan